今天又来到了一个风水宝地的地方 居当地的人数 这家都除了什么人才呢 现在镜头看到的是这家祖坟后面的玄武山 也就是学心 据当地人数 这家的后人有一个在医院当院长的 今天就到这里来 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 这个医院的院长家族坟的风水的情况 咱们共同来参观分析 这就是坟后面的学性 这个学性巨气十足非常的远 这个学性后面的伞相当相当的高 来龙是蜿蜒曲折 雄是浩大 然后巨气 拓杀结学了 他的那个熟悉点呢 就在这个学性的后面 也是非常非常的细 这一家呢 这一家呢 就当地主啊 家里出一家呢 后代是各式 老大呢 是村长 老二是医院的院长 老三呢 是个包拱头 老四呢 是代理上 由此可见哈 他家的后人都挺有能耐的 你看这个学性 下来方圆 挺大一个蘑菇包 馒头包 你看这个学性哈 大家看看这个学性 多么的漂亮 你看多漂亮 后边的来龙也是非常有气势 但是这一家的祖坟 藏在离学性以下 哈 能有一百多米远 就在下面那个树底里 一个屋儿 嗯 根据这个风水来说吧 这个坟藏的是不是有点 你这个学性有点远了 啊 有点远了 这边派那个青龙白虎情况 有树林的党呢 不太明显 咱们往下走一走哈 到那个逛的地方 再去 也就是坟后面 去观察一下 这些风水宝地的龙虎情况 你看咱们看完学性哈 一会儿到下面 就见 有树林的党呢 就看不到这个学性 咱们先看清楚 然后再往下走 这苏克的啊 这挠下车挤着有点不好走 啊 还不太适合 现在走到这个逛流的地方了 现在看那个血性啊 迎迎呼呼能看得点 就那个前面那个白的 那白的色的那个是血性啊 紧后面的就是来龙了 苏气皆血啊 居着个血性啊 那个血性需要金性啊 现在来到这个逛流的地方 观察左边的青龙 你看青龙 这个是内青龙 那边是外青龙 青龙环保护为友情 你看一直环保护 你们看啊 一直环保护 血前形成一个内病堂 再回到血性啊 再看白虎情况 这边的白虎山 白虎也是内白虎外白虎 潮山呢 就打在 潮山那个潮县哈 就是前面那个 有树林的党有点看不着啊 现在往一边走一走 不太清楚显示啊 就是前面有一个两个山帽 小山帽 那个两个小山帽 当地人说呢 那是双峰山 也就是骆驼的两个 那个驼峰 就是骆驼山 咱们风水上讲呢 那叫马安山 马的岸呢 叫马安山 朝向对准这个马安山 是什么风水效应呢 咱们网友资格去分析啊 在这里就不多说啊 因为这是风水机密啊 也不说了 朝向对准马安山 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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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